在第二十二轮 长城亚太在主场对阵上海海港的比赛直播 梁在左 蒋生太在右 中间是魏震 中间有机会 到底线传过来 倒三角打满 被封堵 发过直线有一个助攻王胜超的投球 保零尿 在做退直线 好大 进去里面 一对一 再打满 这球 欧亚科获得票 虽然是没有58连线了 但是 这球 恩迪亚耶也跑到很好的位置上 送到前面 直接坐一下 在直线球 好大 进去里面 调整 打满 球进了 第八分钟 吕文俊帮助海港先下一城了 亚太是他职业生涯最爱踢的对手 算上今天已经打进了五个球 是他交手过对手里面 进球最多的 这个传统又延续下来了 来看 直赛球做得真漂亮 保零尿现在 伐木工改绣花了 打得也干脆 回撤现在救活了 看看这次 一对一 杀进来 想急停 倒地一个 再调整 回坐 湖顶的位置 换左脚 赛斯金鸟 右脚再打 又变现 今天没有埃里克 赛斯金鸟踢得有点不舒服 以前 前面好歹有一个同水平的 优秀的快马 能配合 好球 空了 李文君再打 没开二度 30分钟 面对自己最爱踢的对手 进球最多的对手 今天 李文君连下两成了 再来看 巴尔加斯 现在 真的把前场盘活了 这个球 李文君不带球停 能直接打 弧度拉得很好 这对亚太来说是好机会 无线拉起来 投球 二点 凛踢土地 在脚外围 直接起 门前 球进了 程长城 刚刚出场 就取得进球了 本赛季第二次出场 取得进球 我们再来看 哎呀 这球海港自己的问题 打在了王神超的 感觉是肩膀上 弹到了中路 程长城 一蹴而就 把门尿 再交 有空刀 内部有陈传心 杀进来 再打 打得比较正 第二下 单拳想打出去 先看看 还有外围 再来 打偏了 蔡卫康 再来看 远军内切之后 势大力沉 哎呦 这一圈 结结实实啊 先得掉成肩 再起 进去里面 先挺 这是NDR1 没有把握住 左脚再拉 NDR1门前这个饼 未到嘴边了 吐出来了 给过来 他们也没有碰到 有机会 右路 直接起来 投球 飞身的冲顶 打这球 反击也没打起来 在里面 球选转换很多 湖顶 保利尼奥 自己 左脚 漂亮 68分钟 保利尼奥 个人能力 埃港 3比1领先了 今天也是传设建功 这球呢 亚太是自己的丢球啊 本身有机会打反击的 结果丢了 然后被打转换 自己呢 球员还没有回到放手位置 但这下打得真漂亮 张玉峰来了 打穿人墙 门前再补 两个人抢到一块去了 83分钟了 五线球开起来 投球 再下一城 但是这球 自己 可能也受伤了 可能伤的挺严重的啊 两边一直在召唤对一 球呢 进得很漂亮 但是 再来看 哎呦 这一下 李胜龙 哎呦 李胜龙呢 应该就是 血染球场了 直接要上救护车了 战斗华全场比赛结束 常常现在在主场1比4 不得一上海海港